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Jason 继小改款的Persona和Irish之后 如今Broton为Saga也推出了一个小改款的车型 那在这一次的影片里面 我们将会简短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 Saga小改款到底它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次小改款之后的Saga 它一共有三个等级 最入门的首排车型Standard MT 它是唯一一个首排车型 售价3.3万 中间的Standard AT 也就是自排的车型 它的价格3.6万 那最高规格就是我们身边的这台Premium 它只有四速自排的版本 它的价格4万块 也就是3.98万令吉 那这一次对比小改款之前 它的价格每个等级都下降了大约1-2000块左右 可是它的配备变得比之前更加丰富 所以整体的性价比来得比之前更好 要在外形上区分小改款的Saga 其实相当的容易 首先在侧头的部分 它换上了最新家族式的Infinite Wave 水箱护罩 而且在水箱护罩的下缘 它有一个度个四条 一路延伸到两旁的头灯组里面 那这个头灯组呢 它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变 里面搭载的依然全部都是炉素灯泡 下方这个新设计的保险感呢 原本左右两旁的屋灯被取消了 取而代之是一支排开的LED热型灯 在侧色的部分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它的轮圈 这次原厂未来换上了一个 重新设计的15寸5伏式的轮圈 在视觉上呢 看下去有一些放大的效果 除此之外呢 它的刹车系统呢 也大有学问 原厂号称这一次 它们把原本属于Iris的前刹车叠盘 还有后刹车骨呢 整套系统都搬过来 这次小改款的Saga身上 所以呢 它的整个刹车叠盘的直径 都比之前来得要稍微大一点点 也让它的整个刹车性能呢 变得比之前更好 在车位的部分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 它取消了中间的这个厂会 取而代之 是一支排开的Proton之眼 那上方呢 有一个小尺寸的压尾式的尾翼 尾灯组呢 没有任何的改变 依然全部都是传统的鲁素灯泡 那后方的保险感 这一次它换上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下方有一个镀铬式的试影 而且呢 它的排气管依然是隐藏式的 那两边呢 有一个装饰用途的排气孔 那这个排气孔呢 基本上很明显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明显是借鉴了 Mercedes-Benz的一些设计 来放在这个Saga身上 可是整体看起来呢 相当的和谐 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而且原本在尾箱盖上方的这个Saga的质眼呢 被移到下方了 那因为这一次它只是一个第三代的小改款 所以在外形上呢 它的改变幅度 其实相当的小 整体的车型呢 在跟小改款之前呢 其实没有很大的分别 不过呢 这些都不是它的重点 它的重点是在于 它里面的一些机械结构的变化 包括了它的整个变速箱 改用了一个全新的变速箱 在动力规格的部分 它依然是搭载同一具的1.3升VVT 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95P 最大扭力120Nm 不过呢 它的变速箱 是这一次小改款的重点 原本的CVT呢 因为被许多人投诉 它的反应并没有很好 而且呢 它有一些耐用性和可靠性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一次原厂 把原本的CVT呢 给换掉了 它换上了由 HONDAI集团提供的4AT 也就是传统的四速自排变速箱 那对比原本的CVT呢 四速自排或许在油耗表现上 没有那么的理想 而且呢 它也会有一点点的换挡的顿挫感 可是在可靠性 耐用性表现上面呢 却是一般CVT 所没有办法去跟它做比较的 那在内装的部分呢 首先最明显的改变就是 原本的冷气触风孔呢 被移到了下方 那它为它增加了一个新的直立式的荧幕主机 那这个荧幕主机呢 它的尺寸并没有很大 而且呢 功能也没有像X70那么的完整 至少它并没有Hybridon的升空功能 不过呢 以这个价位的车款来说呢 这个尺寸还有它的解析度 其实算是相当的不错了 而且基本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蓝牙配对啦 USB功能呢 它还是有到位 而且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Android手机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以使用它的 EC Connection 来做一个Mirror Link的镜像输出 其他的部分 在仪表板的中间它多了一个全新的单色资讯表 那这个资讯表呢 它可以显示的内容相当的丰富 除了档位之外呢 它还可以显示你的整个友好资讯 方向盘跟小改款之前一模一样 依然没有皮革包袱 在左右两边都有一些按钮可以控制 萤幕主机的一些内容 包括声量大小等等 在中间的部分呢 它换上了一个全新的排檔杆设计 而且呢 如今呢 它也加入了一个S檔的模式 座椅的部分呢 当然它并没有皮革包袱 不过呢 它采用的绒布材质呢 相当的有质感 而且它还加入了一些 类似菱格纹的设计 摸上去相当的不错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虽然它是一台车价还不到4万块的入门型小车 不过呢 在车里的气氛灯 它改用了LED灯的配置 这一点呢 是在同级车里面 算是非常少见的一点 在后座的部分呢 小改款的Saga 依然维持了原油的水准 它的整个西部空间呢 表现相当的不错 而且头部空间也相当的宽裕 最重要呢 因为它改变了它整个座椅的材质 让它的整个座椅 在尤其是后座的部分 非常的柔软 而且它的整个头枕虽然是固定式的 可是它的整个设计相当的符合人体工学 我对它的整个后座表现相当的满意 非常适合一些Grab Car司机 想要买新车来做生意的话 其实这台车它的表现相当的理想 除了因为它的整个后座空间表现很宽裕之外呢 它的整个行李箱空间表现也相当的不错 依然有维持了之前的水准 除此之外呢 这两张座椅呢 后面都有标配了两组的ISO-FIX 而且呢 在前方 手刹车拉杆的后方呢 它有两组USB的充电插口 这一点呢相当的方便 最重要呢 就是它的整个前面两张座椅的后方呢 它有一个凹槽设计 所以整个空间感呢相当的不错 那这次小该款的Saga呢 虽然说它换上了一个 看起来比较过时的4AT变速箱 可是呢 这也证明了 原厂有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一些反应 那因为之前的CVT变速箱呢 在可靠性上面呢 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 而且在整个动力表现的回馈上面呢 都没有那么的好 那我也相信呢 这一个4AT的变速箱 是大部分消费者都比较需要 尤其是入门车型的消费者 因为它们最看重的其实还是它的可靠性和耐用性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整个外形和内装呢 虽然改变幅度并没有很大 不过在质感上面呢 却有一点点的提升 而且呢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 比之前更加便宜 配备也比之前更加的丰富 那我相信这一次小该款的Saga呢 可以足以表现出原厂 对整个市场的一个诚意 相信它会卖得比之前更好 那我们这次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